男驾驶才一下车身上就掉出一个四方形的电子烟油 原警拿起来看却发现驾驶的神情越来越慌张 而且还闻到一股怪味 拿出试剂一验果然有意义 原来这个电子烟油含有大麻成分 而持有的男驾驶神粉还是女星陈爱玲的烟性老公 她也坦承试用大麻电子烟 24号凌晨12点多 陈爱玲老公独自一人开车被警方烂查 上个月中夫妻两才甜蜜拍影片 带着孩子一起逛街买衣服 事后陈爱玲也痛心在IG上发现实动态 用暗色的背景写下短短几行字 陈爱玲说还没有完全了解老公涉毒情形 但是无论如何会努力去面对 她是说跟不明人士共满 那这部分我们正在积极侦办当中 戴上帽子口罩全身保紧紧 陈爱玲的老公31岁 同样也是在综艺节目出道 结婚后育有一女 而涉及毒品3万元交报 为什么会吸毒 老婆知不知道 又从哪边来的 面对媒体提问不多做回答快步离开 近几年陈爱玲和老公较少上节目 两人专心在共同创业的花店上 经营的还算有声有色 没想到会因为大麻电子烟背带 恐怕也影响两人形象 下期新闻 我是李宇治,台北波导